欢迎收听说品酒,我是KKK 今天要来介绍一个老朋友 就是我们第40集有介绍过的那个智力酒庄Kalite 还有印象吗? 就是号称这个两大酒王的心血结晶 那上次是介绍他的这个Sharlene 那可是其实稍微做了一下功课啦 其实他这个产区比较有名的可能像是这个Cabinet 就是这个Cabinet Sauvino Carbonnet Suvino 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这个产区这个酒庄 好,Kalite 它产出这个2021年份的这个Cabinet Sauvino 好,那产区就是在智力的Conchalaqua山谷 Conchalaqua 好,那酒庄就是这个Kalite 卡利德拉酒庄 好,那我们一样再稍微复习一下这个产区介绍 其实我们最近几节节目很常介绍到这个新世界智力的酒 好,那没关系,我觉得就一样同步的再复习一下好了 好,一样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 因为智力就是常常的嘛 常常的从北到南分成四大产区 分别是这个科金博 好,然后阿康加瓜 中央山谷跟这个南部产区 那今天这个产区,这个Conchalaqua山谷 它是这个智力中央股 Central Valley里面的其中一个子产区 好,那这个算是一个 这个中央山谷啊 它是智力的这个核心产区啊 那大概呢 有生产智力超过70%的葡萄酒 都是来自于这个产区 那其中它这个Conchalaqua Valley呢 又号称是南美洲葡萄酒品质 最具保证的产区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瓶声啊 一样两只手指头画开 看一下我们的图片 好,看一下那个最下方的时候 最下方它有一个这个 Dio Valley de Conchalaqua Valley的字样 其实它这个就是在说啊 它这个产区就是一个 Dio法定产区的认证 好,那那这边这个产区呢 也要号称一个智力的 美国Napa Valley 好,那在气候上来说 是一个典型的地中海型气候 好,整体气候是温暖的 然后会受到这个海洋寒风的影响呢 让这个葡萄缓慢的成熟 然后也会让这个葡萄啊 保持一定的酸度跟风味 那这个产区最有名的品种 就是这个Cabernet Sauvignon 好,或是像我们看到的一些 那个Maube或是Charlone 好,或是这个Sauvignon Blanc 好,那稍微来回顾一下 这个Cardella酒庄 好,卡利德拉酒庄的故事 好,他小有名气 好,就是他由这个 这个美国啊 葡萄酒教父 Rob McDavid 跟一个智力历史悠久的 著名酒庄 伊拉苏酒庄 好,这个老板 共同成立的 反正就是在很久很久前 大概1991年吧 这个Rob McDavid 他跟这个伊苏拉酒厂的老板 Charlotte Waker 两个人认识了 认识之后 反正两个人就一起创立了 共同在智力了 在这个阿空加瓜 阿空加瓜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这个四大产区里面的第二产区 大概是我们这个中央股在上面一点 的这个阿空加瓜产区 好,先成立了这个智力四大酒王之一的 Cena酒厂 好,那反正就是很有名嘛 都不用说了 因为结果就是酒王 好,那反正创造了这个酒王之后呢 过了没几年呢 这个Rob McDavid跟Charlotte Waker呢 又在这个首都啊 Santiago南边大概 160公里的地方呢 这个空加拉瓜山谷呢 找到一个不错的地块 好,那这个地块就是用来成立 今天要介绍这个酒庄Caredela 好,那Caredela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中文可以翻译成 这个高品质的土地 前面这个Cared Caredela的西班牙的名字 大概是高品质的意思 后面这个Taredela 在西班牙文里面的意思是土地 所以合起来就是Caredela 高品质的土地 你以为呢 这个Rob McDavid呢 他讲白话点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就是玩一玩 玩累了,腻了,是吗? 好,那反正就是 后来反正想要把他的股份呢 出售给一个当地的集团 可是这个另外这个老板啊 查德威克呢 他又觉得说 怕这个跟大集团合作啊 就是默契不够吧 等等的这种 你知道并购案有一些毛嘛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后来那个查德威克就觉得 我不要跟大集团合作了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Rama McDavid的股份给顶下来 所以现在这个势力的四大酒王之一的 Cena跟这个Caredela 这两个酒庄的股份呢 就是百分之百都是由这个查德拉克 查德威克所持有的 好,那他也是这两个酒庄的唯一的持有者 好,大概是这么讲 那今天介绍的这支酒款一样 它是一个Reserva系列 好,Reserva系列 那这支红葡萄酒 它几乎 它不是百分之百的Cabernet Sauvignon 好,它大概百分之九十七啦 百分之九十七的Cabernet Sauvignon 然后另外的 三Percent是一些小品种 那主要是采用这个不锈钢桶中的发酵 发酵之后呢 会将百分之三十的酒益 盛放到一个旧的法国项目桶中 去熟成七到九个月 好,那之后呢 再做一个调和装品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 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的 就是觉得酿酒都是蛮厉害的 因为你要去抓准这个当地的这个风土啊 它所种植出来的葡萄 然后你要去想着说 究竟是要用什么样的桶子 去做酿造 去做怎么样的调和 好,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 其实 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品颖感想好了 这支 好,一样这个 翻开品酒笔记来看一下 好,那 在色泽上是呈现一个扎实的 好,我觉得是一个扎实的黑莓色 好,有一个很新鲜的黑莓香气 非常的明显 那这也是我喜欢的红酒的感觉 因为 哦,之前几集节目有说过啦 这个很主观的感觉 但是 我会比较偏向喜好 尤其是 随着年纪的增长 好,越来越喜欢 Cabernet Sauvignon 这一种强烈 然后果味又很香的这一种品种 好 那 除了这个很浓烈的这个黑莓香气之外呢 它有一点点的花香跟一些 烟草叶的调性 好,那我增加了一些复杂度跟层次感 那我会觉得这支酒体来说是偏重的 偏重 然后 喝得出来它是年轻的酒款 好 那 这个在喝这个单饮的时候 后来我们配了一个菜色 这个菜色是这个猪肋排 那我觉得这个猪肋排是 搭配了一个店家的独特酱料 独特酱料 对 不是小当家那个酱汁 好 反正就是一个独特酱料 那我会觉得整个整体搭配起来 在配这个酒的时候 整个单饮会变得非常柔和 所以我会觉得 是一道我觉得 单饮大概可能四分 搭了这个猪排 这个肉感比较重的 这一种肉的料理 它整个会提升上来到 4.5分左右 好 好 那满分5分 我给它4.5分 那原因大概就是这样 它 就是新世界的酒款 那我之前也说了 就是很少喝新世界酒款 但是 没想到这一支 就是很令人惊艳 而且重点是它 价格也不高的样子 好 然后 然后 就是 有实力 好 看似平易近人 好 外观看起来真的是一般般 可是 其实是一款 有实力的酒款 然后 即开即饮 你也不用 讲究什么新酒啊 之类的 然后 搭餐上也不会 逊色 好 所以我会觉得 它值得一个 不错的分数 好 那最后要强调一下 本人的评分仅供参考 禁止酒驾 未满18岁禁止饮酒 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咯 拜拜